这张就是爱心K 大家好 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Kevin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科学魔术 简单的说就是 魔术里面的科学 那首先首先呢 我们先介绍道具型的 道具型的就是我们在很久之前 设计了一副像这样子的一个扑克牌 扑克牌魔术呢 一直是魔术里面一个非常经典的系列 最简单的一种扑克牌魔术呢 就是观众抽一张牌 然后你来猜出那张牌是什么 所以这一副扑克牌 就是我们当时为了这件事情而做的 那牌盒呢 我们把它设计成像一本书一样 然后这里有书的页面 然后这里有假的贴纸 因为牌盒都会贴了一张贴纸 帮大家科普一下牌盒的贴纸的目的 美国那边在印扑克牌的时候 有一个像邮票的东西 都是为了要收税金用的 不太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针对扑克牌收税金 那这副扑克牌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当时设计的用法 是一种叫做魔眼的技术 简单的说就是我随便抽一张 我就能够看穿整副扑克牌 不是整副就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爱心K 如果我快速的再拿起另外一张 这一张就是钻石Q 几乎不会出错 我只要随便挑 大家可以看到 我没有把它先看起来 我随便不是随便挑 随便拿一张起来之后 它就会是一个梅花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道具型的魔术 那当然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有可能会有道具型的 但有一些会是手法型的 手法型的 我在教另外大家一种魔术 非常特别 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技术 这个魔术就是在纸牌 在印刷的时候啊 它就是在纸面上面 在印上一个东西 形成它的点数跟花色 所以只要你的手指够明明 你就可以摸出那张牌的点数跟花色 我现在随便再拿一张 我不要再看牌背了 我不用眼睛把它穿透了 我用手先把这个整个背后先遮起来 有没有 把它遮起来之后 我可以摸这里 用摸的 我就可以摸到它的微微的凹凸 然后就可以知道这个是红线3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不会出错啦 大家不用担心 不用为我担心 就是我把背后遮起来 我不看 然后我就一摸 就会知道这张牌会是 黑桃K K比较难摸 脚比较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如何简单的摸出一张牌就看穿 以及如何用手的灵敏度来知道这张是什么牌 该怎么做 首先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副牌 这一副牌它称为道具牌 道具牌就是说它有特殊的机关在里面 那简单的说 其实大家看到的所有的牌背 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有没有 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牌背 其实每一张都是完全的不同 当时我们开发这副牌的时候 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技术 叫做Magic Eye的一个技术 摸眼的技术就是把一个立体的图像 藏在一个杂讯里面 用不同的焦距来埋在里面的一个技术 所以实际上你只要调整你眼睛的焦距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副扑克牌的点数跟花色 变成3D的浮现出来 是这副牌最大的一个特点 当时开发的摩眼的技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因为每一个牌的背后的点数跟花色都不一样 然后你把它做成了扑克牌的牌背之后 它每个的杂讯看起来都略有不同 那我们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技术 让每一张牌背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被抓到剁掉你的手指头 但是大家尽量不要拿到赌场去使用 但是这个牌的特点呢 就是说如果你拿起了这一副扑克牌 然后你用脱窗的方式或者是斗鸡眼的方式 你就会看到它的点数会变成立体的 非常非常立体的浮现出来 像这样子的一个梅花A的样式 这样子整个变成3D的浮出来 是这个牌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具体的方式要怎么做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如果大家不太知道 我快速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拿到了这副牌的时候呢 它上面会有两个黑点 这个黑点呢就是它的暗号 首先你要一直盯着这上面两个黑点 然后按照它的指示 它会跟你说这里有两个黑点 你一直盯着它一直盯着它 然后想办法让你的眼睛放空之后 变成四个黑点 然后你再用你的意志力把中间的黑点重叠 然后再往下看 你就会看到立体的点数跟花色跑出来 大概就是这个扑克牌的看法 非常的有趣 它把图像埋在这个扑克牌 焦距前面一点点跟后面一点点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立体的点数跟花色 变得非常的立体 但是因为让你的眼睛看东西没有焦啊 是需要经过练习的 你练习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快像我这样子一拿起来 我就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非常立体的图形 整个跑出来这样子 所以这张牌就是钻石二 大概就这样子 那刚才说到了 耗实力的这个摸牌的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可以回家现在赶快拿出一个扑克牌 然后你赶快摸看看 看能不能摸出这个角 跟摸马匠有点雷同 你只要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呢 也是没有用的 几乎没有人类能够从摸牌的角落 摸出这张是怎么拍 那实际上是怎么做到的 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呢 就是我拿起这部扑克牌的时候呢 我会这样子去拿它 有没有 侧面然后面对着你 然后我会把它稍微凹一下 其实在这个凹一下的过程中啊 我就可以看到它的点数跟花色了 大家应该不太知道我有看到了 但是就是这里的固形 我就可以瞄到了 理论上你是在这里拿起这部牌 当你凹了一下的时候 你假装手在摸 就摸到了这个点数跟花色 它实际上你的眼睛已经瞄到 从这角度上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点数跟花色 出现在这里 所以 这个魔术的特点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的记得 扑克牌的点数跟花色在哪里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拿起来 诶 我摸看看 摸看看 你摸一年也摸没有 因为摸的是一个空白的角落 或者是 诶 它眼睛瞄到了点数跟花色了 诶 红心K的时候 但是它却手一直在这里摸 我摸到了是红心K 诶 你自己看 它摸的地方根本什么都没有 所以摸错地方了 所以大家记得 右手拿的时候 左手要摸牌的左下角 这样子才会是摸到它的点数跟花色 所以这个就是技巧型的 技巧型的就是要大家一直练习 然后就可以很快速的拐过大家 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些 跟科学有关的扑克牌魔术 那今天扑克牌魔术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多的练习 或者是 去买我们的道具来 回来拐拐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est点栏目 吧